但是老蔣那個時候希望在大陸能有一外的被制補 所以他原來的期望是放希望在原來 跑進來 所以那時候的神主席吳漢 他給他很多的支持 很多的協助 很多的部隊在那邊 希望他能夠幫他獲得獲得獲勝 但是吳漢最後被棄了台灣 所以那時候就淪陷了 淪陷的時候所以當時的共產部隊 就變成落花流星 那當時這個柯俊雄也這個先生 就叫李國威昌 他是個戰士 他當時是一個傳統團長 他跟另外一個團中的部隊 他們就撤退 飛到哪裡呢 在明蘭的後面就是明蘭 他們就到了中緬的邊界開始打流擊 只有多少人呢 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但是因為那邊有很多人逃到這個區 所以就逃避買馬 所以他們就成立了一個叫部星部隊 所以呢 他從1949年 就一年開始 最多人能打流擊 而且呢 因為他沒有後輪 後輩的隊伍 所以他們就越打越久 越打越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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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state 高端 翁